针对曹新成先生今天在记者节做出最快示范 中天新闻发表最新声明 曹新成在宣称国际记者会的公开采访场合 居然是不让中天记者发问 而且还辱骂中天记者还有脸站在这 难道曹新成先生以为有钱捐个十亿元 就有权利开记者会搏板面 对记者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出言五入来损害记者的人格权跟工作权吗 曹新成先生的表现是完全失格 曹新成先生在记者会当中回避中天记者提问 大陆对台威胁日益增加 是不是跟蔡总统抗中保台挑衅有关 反过头来指控中天是匪台 妄言说中天造谣打断中天记者提问 在场其他媒体看不下去 当场呛瞎曹新成现在是一言堂吗 曹新成先生难道以为有钱捐个十亿元 就可以霸凌媒体的第四拳吗 曹新成先生在记者会当中指控 中天颠倒黑白让大家以后不要看中天 网友也笑了 不看中天难道看三明治吗 中天新闻向来秉持真道理性 真爱台湾的理念 爱台湾就是让台湾人过好日子的信念 守护第四拳 眼下台湾新闻台一片绿油油 唯有中天坚持说出真相 发挥监督的力量 备受打压也无所畏惧 曹新成先生不要以为有钱捐个十亿 就能够抹去曾经背弃台湾 去当新加坡人的历史吧 任何人想蹭爱台湾三个字 都不应该利用台湾英娜 台湾英娜的宝贵性命上战场 为个人与中共的私怨来复仇 针对曹新成先生 称中天匪台言论 明显恶意诽谤 而且有明目张胆 照谣中天造谣 中天将会采取法律途径 维护中天全体新闻工作者的名誉 这是来自于中天的最新声明